各位师兄师姐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廖晨杰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最后一则故事 就是近世法随妙林华深入近藏最后一则故事 当我们来看到这一个 第一大段呢 我们有说了开经济 灵旧山上 佛在灵山与德恨品 第二大段呢 我们说了说法品 功德品与法华会上 法华会上里面呢 又有四章续品来做一个解说 而到了第三大段呢 火载域 药草域 也化成域 这个法华期 原本有七个域 那我们只挑了这个火载域 药草域跟化成域 来跟大家分享 到后来啊 就是慈祭小行星啊 每次说到这个慈祭小行星 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们在做慈祭 怎么跟小行星有了这个关系啊 那到底这个小行星啊 跟我们有任 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我们要去表演这个小行星啊 所以我就看了这个小行星啊 行愿天下 杜昌生 星光 闪耀 献温情 这个小行星呢 是为了显张 慈祭 对世人之贡献 中央大学 台湾中央大学 将这个行星命名为慈祭 代表台湾精神的慈祭 要上天祭 将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呢 恒久传递 在地球与宇宙间 同时发光发热 慈祭的大爱 没有分国界 慈祭小行星 让慈祭在宇宙发光发热 也让代表台湾精神之一的慈祭 要上天祭 这个期许啊 未来我们能通过科学 来提供灾前预防 灾后救援等资讯 科学与人人结合 发挥更大的力量 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期许慈祭人 就像地球的守护神一样 我们的地球守护神呢 有月亮 可是现在我们多了一个慈祭小行星 围绕着公转的那个轨道上呢 一样庇护守护着地球啊 当读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脑海中就灵光一闪啊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一个 又记得啊 我们有常常啊 在学佛的时候啊 都是说啊 我们往生过后 想要去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世界的主人啊 的教主呢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呢 身旁有两个护法 就是大师至菩萨 与观音菩萨 都是我们以后想要去的地方啊 而我们每一次就是说 啊 你要好好地念佛 那我们好好地累计功德 那我们过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去极乐世界 去找阿弥陀佛 那我们在那边修行 我们就不回来到人间了 所以我批语为这一个是后世乐 而慈祭人呢 也有读一本书啊 就是药师经啊 药师经的东方净土 流离世界的教主 就是药师佛 那他身边呢 有日光菩萨 与月光菩萨 就是辟为现实了 我们要在此时此刻此地 就要去做了 而不是等到我们 我们等到未来的时候 我们才去做 大师智菩萨呢 又译为师智菩萨 以智慧光普遍造一切 令众生离山途 得无上力 又匹行时 十方世界 皆于枕洞 大师智菩萨 以神通力文明 号称大勇 跟代表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和代表大智慧的文书菩萨一起 我们还有一个大愿的菩萨 就是地藏王菩萨一起 号称为佛教界的四大菩萨 药师佛呢 就有日光菩萨 与月光菩萨 我们摆天就代表我们有力量 有重生的希望 月光呢 就代表智慧与温暖 我们无时无刻 就是要把我们的四红四叶呢 以四无量心呢 都保留在我们的心底 那为什么我就把这一个 来办出来讲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呢 当上人一开始提出 这一个想法的时候 预约人间净土 预约两个字 就是我们自己有信心 有一个时间的约束 什么时候 我要成就和平的净土 人间和平 人心善良 人与人之间 互相相处 可以很和睦 能够做到晚上睡觉 不用关门 这就是真正的人间净土 能做到吗 上人跟我们说啊 可以 一定可以 只要我们有心 我们有信心 这个时间 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们叫做预约 人间净土 现在呢 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不用去预约 我们现在就要去做 因为预约就是好比一个厚世了 我们以后 我们做了过后 我们可以去实际小行星 我们做了以后 我们可以去极乐世界 可是我们现在处在这一个此时此地此人 我们面对的一切 人事物 时间 空间 人与人之间 那我们不管白天 不管黑夜 我们要发挥要是佛的精神 那我们就要把每一个人 要去好好的去度化 我们度人 要先度心 不要把每一个人只是说 好 我跟你说慈祭 可是我们没有把他的心带进来 那我们只把这个慈祭 当这是一个事情来做 可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慈祭 慈祭人跟慈祭魂 都埋在我们的心底 那我们就真的是有点愧对 我们就有了这个小行星 可是后来 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上去 就好像 你现在 我们现在累积的功德 也不代表我们以后能去到极乐世界 倒不如我们把握因缘 我们现在 就是发挥要是佛的精神 就在此时此刻此地 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 那我们就把这个福德 我们去付出 我们去行走这个菩萨道上 那我们就会累积这个福德 那我们必定有一天 我们能够实现这个人间净土 那我们往生过后呢 我们也能够到极乐世界去走一转 然后再回到人间 把这个净土世界的概念 带到给大家 我们可以 ede净土地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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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因为爱这个世界才来 继续我伟大美好无私 但梦想而来 我要成为这世界上 最美的种子 让世界因我而美丽 生命是上天赋予我最大的财富 我是自然中所有奇迹中最大的奇迹 我要通过改变自己 来改变世界 让世界因我而美丽 我要带着梦想 满怀希望 让自己像花一样绽放 我要创造奇迹 放飞梦想 让生命因我而飞翔 做护梦想 生命是上天赋予我最大的财富 我是自然中所有奇迹中最大的奇迹 我要通过改变自己 来改变世界 让世界因我而美 我要带着梦想满怀希望 让自己笑话一样绽放 我要创造奇迹 放飞梦想 让生命因我而飞翔 让世界因我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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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这个九折的分享 就如此跟大家一一的解说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启发 在说的不对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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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